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漂亮的地方 有些是人们辛辛苦苦创造出来的 有些奇怪是我们怎么都想不到的 这不在前段时间就有很多消息称 一位男子隐居沙漠怎么都不愿走 25年后被人发现 进入洞口后所有人都惊呆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让我们快来瞧瞧吧 根据我们的了解 这位特别倔强的男子就是来自美国的布莱特 在以前布莱特是一名军人 他在军队里成绩特别突出 为国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但随着时间的不断流逝 布莱特的年纪越来越大 各项训练成绩都慢慢倒退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 布莱特就选择退役 但是退役后 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要做些什么 因为他从刚刚毕业就进入军队 从来都没有真正的踏入社会 根本就不知道怎样与人交谈 到最后布莱特就带着一只小狗 进入了墨西哥的沙漠 他在沙漠里隐居 怎么都不愿意离开 直到25年后 有人经过整个沙漠 发现了布莱特 布莱特请他们进入 自己居住的地方玩 刚刚进入洞口 所有人都惊呆了 布莱特在这25年的时间里 一直都在想各种各样的办法 打造一座城堡宫殿 这个宫殿的每一个地方 都是布莱特自己亲手雕刻的 人们看到之后都震惊了 据了解 在前年的时候 布莱特就将这个宫殿 卖给了一位土豪 优优独播剧场 café